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相关人士表示 当时正当凌晨 只听见一声声轰隆隆的响声 就是几秒钟的间隔时间 就看到了大批火球砸到了以色列境内 立即变成一片火海 成群结队的人民跑向离他们最近的防空洞 一片混乱 以色列立即就派出战机 对哈马斯组织进行轰炸 哈马斯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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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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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